中国茶文化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剧作为茶文化的载体之一 展示着人们的喝茶习俗和茶文化的丰富多彩 十多年来本人收购了腾宋年间移植到清代的 茶符、茶笛、茶碗、茶瓢一共是两千多件 中国的茶文化远远流产 文化抵御也相当深厚 茶剧是茶文化的载体 通过这个茶剧可以了解我们先辈们 当时的工艺也了解了古代的人 它的手工艺 它的文化 像这种驴幼的、单柄的、单柄的 作为人性的、人面型的茶具 应该是晚清的器皿 像这种绿幼的器皿 它的产地 它的产地 现在应该说是在四川 惠里瑶 这个是单面型的 这个人面 有的做得好的 这一面也是双面型的 它这件器皿 比较好的就是完整 从瘤 从顶部 从大 从底部 都没有伤 作为一个晚清的茶具品种 它还是可以的 这件茶壶 是晚明清出的器皿 尽管它是短流 拱心的提莲 瓶盖 黄眼一点看 它像个宋代 甚至于早一点的 唐宋时候的器皿 但是 从它的外观 从胎子上看 它不具毙唐宋时候的时代风格 为什么呢 它的刻画花 宋代 刻画花 它很犀利流畅 这个明清时候的 这个就是小窑口的 一般的匠人 说的 刻工 很拘谨 很呆板 没有唐宋时候 那个民谣的 流畅 犀利 还有一点就是私幼 比较轻薄 薄薄的一层 尽管它是平底 东西是老的 但是是明末清出的器皿 这件黑幼 兔号文的 茶展 产地 应该是四川 广源窑的器皿 像这种茶展 四川地区 广源窑生产 金凤窑 也生产 重庆 屠山窑 也生产 它下面 为了放烫 还应该有个茶展 茶坨 坨在上面 这样饮茶 应该说 它的茶文化 茶展 和茶福 都是共荣的 相辅 相生的 这件器物 是唐代的 玉唐窑的 右下三层 人头盖 双细 短流幅 它的用途 是喝茶用的 茶壶 为什么说 它右下三层呢 它给中原一带的 右下三层 不会动 中原一带的 比如滕山层 它是右上三层 这个右下三层 就是说了 上的一层 绿幼 和幼 或者是白幼 它是上了幼 在胎上 上了幼过后 再造一层 透明幼 它就叫 右下三层 像这种 草型 应该说 在四川地区 本土文化的 有特色的 器物 它盖 做着 人头型的 这种人头型 还带一点 西域味道的 也就是唐代 西域文化 妇人文化 传到 盛腾时候的 作为盖 短流 双细 像这种 草型 也只有说 在四川 穷乃窑 玉藤窑 才有的 这种器皿 这种草型 在国内 还是比较 罕见 中国古代 茶具 因其年代的 不同 和喝茶 习俗的 演变 在气形上 也有着 明显的 差距 正是这种 差异 反映了 中国茶文化的 历史 和茶具 生产 发展的 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